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李张俊在银行那还有个私人仓库 李允范打算亲自去看看 李张俊准备跟黄史目见面 这一天他等了很久 而徐东仔就跟在张张俊后面 可惜被甩掉了 打开李张俊的私人金库 里面只有一张白纸 黄史目来到约定好的地方 李张俊就在这里等他 还带着一个包 对于普武城和家人的事 李张俊承认是他这是医科长干的 但永恩秀的事跟他没关系 黄史目曾说过李张俊 但事实并非如此 李张俊之前说过 本该在一开始就阻止的普武城当时苦苦哀求他 他当时应该拒绝的 是他亲自把普武城介绍给了他 他以为就算从中牵线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可没想到 那是被林允范用来逃避税金的地方 韩祖物流不是不吸烟 而是林允范不想让他吸烟 李张俊很后悔 后悔他判断失误 这时徐东仔也来了 潘永珍紧随其后 李张俊心已决 黄史目冲了过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剧中在和韩汝针愣在当场 李张俊的结局有点壮烈 还有这些 立刻去楼上查看 徐东仔不敢相信李张俊竟然就这么走了 他用最后的立即告诉徐东仔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别像他一样 走这条路 检察长终于不再犹豫 或是墨家汉族集团的步伐行进 按日期整理的资料发给大家 这些都是李张俊从两年前开始收集的 同时交给大家的U盘里有对应事件秘密聚会时的录音 除了韩祖集团外 还有各个级别的腐败事件 连总长都牵扯在内 这也是检察长一直犹豫的原因 一旦开始就是你死我亡 另一边 对于李张俊自杀的事 李科长并不惊讶 他应该早都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是到如今也不需要隐瞒了 他承认是受李张张俊之时 他们看上去肯定很可笑 每天在找凶手 殊不知 对于尹科长来说 那段时间是他这两年来唯一感觉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但不管他是为了报酬还是为了正义 他举起刀的那一刻 就已经错了李张俊的事尚未平息 西部地检的反腐行动又引起轰动 牵扯人员之多之广 实属罕见 韩汝珍和小张也准备出发去国外逮捕女秘书 前检察长也没能逃脱 李张俊跟他打电话时录了音 把他套录了 记者帮他摆平调查的事 让他亲口承认公交事件腐败的事实 范正在努力为自己洗白 永一才突然出现一句话 让李允范哑口无言 李张俊是被你害死的记者 为了获得第一手消息 一只守在西部地检门口 与秘书已经被抓了回来 他一直否认与韩祖集团有关 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个人干的女犯 在西部地间接受了几个小时的审问 如果他倒下了 这个国家就倒下了 可黄石木却不这么认为 回到办公室的黄石木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迎来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连在连在神色冰冷 他又倾尽所有把黄石木毁掉了 让黄石木后悔招惹他们 黄石木在意的是这个 他们 是指他和李张俊 还是他和李允范这句话 戳住了李延在的伤口 他认为李张俊是被黄石木害死的 黄石木拿出一封信 是在李张俊留下的包里发现的 这个国家已经被腐败侵蚀 他做了19年检察官 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天 他把那些全部财产只有3000块的穷人关进监狱 晚上 在密室里和那些靠几句话 就能占取数千亿的人把酒言还 甚至为了让他们避开法网在一帮出门划策 后来他厌倦了 可还得按上司的指示继续做那些肮脏的事 如果这个社会只是被视度污染 他可能会视而不见 如果只腐败到可以装作不知道的程度 他可能会享受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安稳地过完这一生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声音在呐喊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一个旁观者了 他必须要站出来阻止这一切 原本从一开始就该阻止的 到了这个地步 再想阻止 必须得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不是时间 也不是金钱 而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可即使这样 他也必须咬牙坚持 不能再等有人前来 替他完成这一切 继续等待 继续沉默 只会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 他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不求能成为后人的榜样 只求能给后人指明道路 李延在心情复杂地看完这封信后默默地离开 李章俊的老友也终于开窍 局长在面对法官时 坦率地承认错误 他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名警察 也没有忘记自己要当警察的初衷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表歉意 他承认自己的所有罪行 甘愿为此付出代价 同时希望大家能引以为鉴 不要像他一样 忘了初心 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局长所犯的罪虽然性质恶劣 但鉴于本人真心回国 并认真反省 最终以收受贿赂为反清少年保护法等罪名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佳英已经康复 他现在已经不是被害人而是嫌疑人了 但他始终不肯交代 除了局长外还招待过谁 韩汝真也拿他没办法妈妈来警局接他和他嫌妈妈丢人 韩汝真实在忍不下去了 刚抬起手 妈妈就把佳英护了起来 韩汝真是想给佳英上一课 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 妈妈永远都会第一个站出来保护孩子 她在病床上的时候 妈妈每天累死累活地照顾着 会让她活着连凶手都绞尽脑汁 有多少女人是因为特殊行业死掉的 太多了 多得连新闻都不播了 她的命是多少人费尽心思才救下来的 还有人希望她能好好珍惜自己 老同学找到了新工作 小伙伴前去祝贺 但有两个人没来 医科长入狱来不了 而黄史木又去上节目了 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他向大家承诺会在两个月内抓到凶手 如今 他做到了这次来 除了遵守抓到凶手后 在上一次节目的约定 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李张俊不是为了怕贪污腐败 才偷偷录音用来威胁李张俊的一眼里 有这样一句话 希望整件事到最后 他都能被当成财富们的忠实走狗对待 只有这样他留下的东西 才更有说服力 他为了打击贪污腐败 甘愿背负这样的罪名 李张俊不是和财阀同流合污的 他不该被人唾弃 李张俊是舍生取义 打击罪犯的意识 他应该被人尊敬 但对于黄史木而言 李张俊是一个怪物 他杀了人 虽然这是通往正义之路上 必不可少的牺牲 但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生命 应该被牺牲 李张俊误以为审判罪人的权利 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是一个怪物 一个时代造就的怪物 还有真曾说过一句话 就是因为 可以才这样做的 因为所有人都假装看不见 保持沉默 才有人违法乱进 但凡有一个人 能睁大双眼喊出声来 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否认检察官做得很失败 不知从何时期检察官 开始用自己的特权 帮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逃避法律的制裁 检察官失败了 失败得彻彻底底 而李张俊就是这场失败的产物 虽然黄史木无法代表所有检察官 但他还是想借这次机会向大家谢罪 检察官让大家失望了 不过对于检察官而言 法律就是最成熟的武器 只要法律还在 检察官们就还能继续战斗 黄史木希望所有检察官 都能回到正轨上 不要再像李张俊一样 变成怪物 徐东仔来找黄史木 他希望黄史木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李张俊对他最后的嘱咐 他一定会遵守的 接二连三的打击 把他彻底击垮 老同学来找尹科长 有个人想见他 浦城的儿子蒲锦焕 杀了他父亲后心里有没有痛快点 李科长因为交通事故失去了孩子 而且因为他失去了父亲 尼可找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能说的只有对不起 事情基本上完美 李张俊从一开始就计划好 要把这件事交给自己的黄史木处理 而把部长推到检察长的位置 就是为了让他能借力给黄史木 黄史木好歹也算是个工程 可惜升职的是没戏了 而且他再次跟黄史木小酌两杯 算是离别前的告别 徐东仔的罪名已经非常充分 虽然他苦苦哀求黄史木再信他一次 可黄史木始终不敢相信 不过之前永恩秀也这样求过他 他没信 所以徐东仔并没有被逮捕 他想再观望一下 也许东仔一个机会黄史木被流放 把他的办公室被徐东仔占领了 黄史木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他却死心不改 被带到地方上的黄史木 接到一通电话 是检察长打来的 又一位领导要接受调查 国会上全票通过 另外还有一件事 检察长希望他回来后 能制止徐东仔 徐东仔那家伙还跟以前一样 一点都没变 黄史木看着韩汝珍送给他的画像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变得更像人了 或者说他更有人性 秘密森林的故事 到底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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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